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y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分享關於創業的話題 我的背景呢 我在學生時代的時候就開始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那現在呢我跟我男朋友結合了我們的興趣就是健身 成立了一個自創的健身補持品牌 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創業 但可能創業對很多人來說比較陌生 很多事情都是未知數 甚至不知道要從何開始 很多時候可能只是想一想 然後就放棄了 這段時間呢我有學習到一些經驗 希望可以藉由我的分享對你有幫助 你的事業可不可行? 該注意的有什麼? 其實呢我有的可能只是一些 食物上你遇到問題該怎麼解決的一些經驗 以下我會分享到一些The Mac 這本書的一些內容 然後希望可以給你做參考 那這本書的作者呢 他用條列式的方式列出 他在創業過程中學到哪些事情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翻閱一下 創業不管你要做什麼生意 在你真正開始以前 你不會知道這個事業可不可行? 做不做得起來? 值不值得做? 首先呢你要確認的是這個事業是否可以存活 所謂存活呢就是這個事業所帶來的現金 有沒有辦法支付你所有的開銷? 大多數人在第一次創業的首要目標就是活得久一點 還有很多在初次創業的人會過度樂觀 導致他們在花費有限的資金中做出錯誤的決定 大家知道創業你要有足夠的資金 那這個資金是多少錢呢? 這筆資金可以讓你的事業撐多久 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時候寫一份創業的計劃書 可以幫助你弄清楚這個過程 這個企劃書呢不需要多精美 並不是要給股東或是給金主看的 只是讓你自己理清楚簡易版的損益表 以及現金流量表 把每個月的銷貨預測 銷貨成本跟間接費用 做一個合理的預期 把他們寫下來 再來很重要的毛利率 營業收入減掉你的銷貨成本 或者是服務的成本 就會是你的毛利 毛利呢決定了你所需要的資金 銷貨量以及你能支付的間接費用 要多久才可以知道這個事業可不可行 甚至知道這個事業能不能存活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來說說毛利率 假設呢你花了900塊錢做了一個產品 或者說你進貨花了900塊錢 那你以1000塊錢轉售 那你的毛利就是100元 也就是營業收入的10% 假設你營運這個公司 你一個月需要30萬的費用 那麼你一個月就會要有300萬元的銷售業 去足以支付這個費用 公司是在這邊 30萬除以你的毛利率10% 等於300萬 你每個月的營業要300萬 因為你的毛利率只有10% 所以你才可以足以支付這30萬元的費用 那麼假設你的行業性質 你是需要3個月的時間才可以拿到你的賬款 像有一些工作性質可能是 你發包出去 然後工程做好了 這個時候你的業主不會馬上給你錢 可能是等到一定的時間後 才會撥這個款給你 那假設你的行業性質 3個月才可以拿到賬款的話 那麼你就必須放600萬元以上的現金 才能在每個月收到30萬元的支付費用 達到損益平衡 這個時候呢 毛利率就是關鍵了 你必須用毛利率去支付你所有的費用 包含薪資支出 租金 水費 電費 網路費 電話費 可能一些消耗品 文具費用 行銷費用 銀索稅 等等各種 那如果你的毛利率是10%的話 等於你需要支付1元的費用的話 你必須要創造10元的營業額 你才可以去打平這個費用的支出 那如果你今天的毛利率是40%的話 你要付1元的費用 你只需要創造2.5元的營業額 就可以達到平衡 所以資金有限的時候呢 毛利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毛利率越高 支付費用所需要創造的營業額就越小 而你的資本就可以撐得更久 對大多數的新事業而言 時間 活得久 就是生存的關鍵 有了營業收入 銷貨成本 跟間接費用 你就可以算出你每個月的審議表 你會開始了解現實 你將會知道 銷貨不一定會帶來利潤 而營業額跟利潤 還有現金 也都是3個不同的東西 所以寫事業企劃書呢 是讓你了解 讓你對一開始需要投入多少資金 有一個概念 那一開始需要投入多少資金呢 這是現金流量表 但大多數情況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累積的現金流 一個月比一個月還要糟糕 直到你的事業穩定 現金流開始好轉 那如果你預期的現金流一直沒有改善的話 那這個事業就不可行 你要找的是其他的東西來做 如果可行的話 你所需要的創業資本 理論上就等於 報表上最大的現金赤字 赤字 你們知道吧 紅色的就是 副相 其實我不知道這樣的影片 對大家來說會有點深 我以前是學商業 雖然我在念書的時候 沒有非常的認真 但是對於這些 基本的概念 有小小的接觸 所以如果太深的話 請留言跟我講 剛剛說到 你所需要的創業資本 理論上是等於你最大的現金赤字 那如果你將這個金額投入你的事業當中 理論上是可以避免資金短缺的 不過實務上 我們會把這個數字增加到至少50%以上 當作一個準備金 設立準備金的理由呢 是成本總是比預期的還要高 而利潤總是比預期的還要少 事實上你所需要的金額 可能遠比你預估的金額還要再大 還有一個為什麼要設立準備金 是比較心理跟情緒層面上的問題 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可能會有哪些狀況發生的話 跟一個你以為你已經投入了 所需要的最大資金 這個心理的感受度是差很多的 所以做事業企劃書 會讓你直接進入下一個階段 你會開始知道要讓事業存活 你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 開始了解毛利 社銷 收款等等 對你的現金流有什麼樣的影響 你會了解到現金流量 決定你的事業 是否可以存活的久一點 讓你知道你的事業在紙上 跟現實上可不可行 說到這邊有沒有覺得很沉重 那我給大家一個比較正面一點的消息 現在是網路互聯網的時代 其實相較於過去我們有很大的優勢 用更低的成本更少的費用去支撐起一個 新創事業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可以抱著很多的希望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這期的視頻分享對你有幫助 前幾天呢 我的Youtube粉絲量達到10萬 我超淡定的 我心裡想的是我該發些什麼樣的內容 去幫助更多的人 所以希望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說你喜不喜歡這樣子的主題 還有我的男朋友Tao 他最近成功的把他的Youtube頻道轉換成 原本是健身 轉換成一個創業分享 不過他的內容會比較偏上一些理想心態上 跟我們最近遭遇到的一些小難關的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逛逛 我相信對你會有很多的幫助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不要吝嗇的給我一個like 然後分享給你所需要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Peace